165噸机杂货轮新发号前天下午2时30分 在运4个货柜白带鱼从台北港出发 准备前往马祖 但在晚上7时许在桃园逐围于港外海约11里 因发电机故障加上风浪过大 通报将折返台北港却从此失联 海巡署船舰目前人搜救中 海巡署指出新发号船上包括蔡信船长 共有4名台湾籍船员以及另一名印尼籍船员共6人 6日下午从台北港出发 预计经由马祖专网福建平潭 却在晚上发现风浪受东北季风影响逐渐转大 通报将折返台北港 新发号原本预计当天晚上11时徐凡底 台北港航单位却迟迟没等到船且联系不上 赶紧请求海巡署搜救海洋巡防总局及国搜中心 派出船艇及直升机前往搜寻 曾在桃园外海发现一艘救生罚 但金川卓只认 确认该救生罚飞星发2号左右 目前仍在持续搜救 砸货轮星发2号前天下午从台北港出发 在前往马祖图中失联至今音讯全无 记者灵昭张翻设分享